剪辑软体对于大家做YouTube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这影片我会推荐给大家一个全新推出的免费剪辑软体HIFILM 在Mac和Windows电脑里面都能够使用 它的界面十分简单有专业剪辑软体的功能 更让人心动就是它带有非常完整的模板素材 因为HIFILM的我们公司是非常知名的武板全域网站Artlist 在Artlist旗下除了有HIFILM的剪辑软体 还有素材碗ArtGrid和Motion Array 所以如果你使用了HIFILM中的剪辑软体 它会提供给你大量的Artlist里面武板圈的音乐 还有从ArtGrid、Motion Array上面的大量的模板特效等等 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的HIFILM是最适合新手的影片剪辑软体 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HIFILM新手影片剪辑教程 我会介绍各种基本的功能 教大家如果是用HIFILM去剪辑一部影片 虽然HIFILM有提供免费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想解锁更多高阶的功能 就使用更多特效还有模板 HIFILM提供了订阅制付费的计划 但是它的价格和其他订阅制的剪辑软体相比 是我看到全网最低的 先来来介绍一下HIFILM它的各种价格计划 首先第一个就是免费的计划 虽然是免费的计划 但是HIFILM的功能你都能够使用 你最高也能够导出高清的画质 可以满足你上传到YouTube上面 另外提供给你10首武版圈的音乐 25种音效还有5个模板 先来看一下Creator计划 这个计划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如果你是按每年支付 你只需要每个月支付6.25美金 你不仅可以使用HIFILM这款剪辑软体 你可以使用它的一款图片处理工具叫Imagic 另外你能够导出4K的画质 对于Creator计划你可以使用100首武版圈音乐 100个音效还有25种模板 也可以提供给你技术支持 再来看一下更高级的计划 就是Pro计划 如果你按年支付 每个月只需要付9.99美金 投入你使用HIFILM和Imagic Pro的版本 之间Creator计划 你只能够使用Creator版本 另外你也可以解锁HIFILM里面 其他三种非常高级的功能 让你可以导出8K像素的影片 对于想要专业制作影片的人来说 这非常足够了 另外对于素材来说会提供给你200首武版圈音乐 200个音效还有50种模板 并且也提供给你技术的支持 大家可以再开始选择免费的版本进行使用 再次后再升级到你想要的计划 现在HIFILM也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通评论区链接去来到这个网址 然后点击这个Download Free 像是进入到了HIFILM 我点击这个Create New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格式 这里会有非常多的格式供你选择 我今天就使用这个标准的格式 然后选择OK 现在我就进入到了HIFILM的界面 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HIFILM这里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教程 能够帮助你快速的上手 我建议大家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些教程 如果想暂时关闭这些学习的教程 可以找到这个Ren的标志 然后点击这个选项 就可以隐藏刚才学习的资料 我们可以首先选择一下视窗显示的样子 可以来到Window Workspace 这里我选择All Panels 如果你有之前使用过Premium Pro 你就会发现它的界面和Premium Pro 非常的相似 你可以调整各种视窗的大小 你可以长按一下 就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HIFILM的界面 在左上角是控制的界面 会提供给你很多属性控制的选项 在这中间会提供给你更多的设置 还有控制选项 像是你可以在这里调整的音量 然后在右边就是你影片的预览区 你可以预览的影片 在左边就是有资源区 这里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资源 然后这个Media 就可以让我们导入我们影片的素材 在右边这个就是影片的剪辑区 你主要的剪辑操作都是发生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导入我们的影片素材 我们可以选择Media 然后双击这里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UG 这里选择Import 然后选择Media 也是能够导入我们的素材 如果想对影片的素材进行分类 你可以选择New 创建Folder 就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可以对你的素材进行分类 比如说我影片就放到影片的文件夹里面 我可以再创建一个图片的文件夹 把图片引动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样就可以对你的素材进行很好的分类 可以选择非常杂乱 然后就可以脱落我的素材到这个剪辑区里面 像是把素材脱落到剪辑区里面 我可以看到在上面就是你视频的轨道 在下面就是你音频的轨道 这里会有音频的波纹 这样我们可以对影片进行粗简 去剪除掉我们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视频和音频轨道进行扩展 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就可以把它拉大 首先我移动这个时间轴 例如说我要删除掉这前面的部分 我可以选择我的素材 然后把鼠标移动到最前面 就要进行拖拽 这样就可以发现我前面的部分就被删除掉了 然后可以把剩下的影片拖到最前面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可以使用剪切工具 在这左边是所有的一系列工具 我们选择第三个 slice tool 或者你可以按住快捷键C 然后把时间轴移动到这里 进行切割 再移动时间轴 在这里再做一个切割点 然后再使用选择工具 或者你可以按住快捷键V 选择这个不需要的素材 然后进行删除 按住键盘上面的删除键 然后再把剩下的影片拖拽到前面 接下来教大家一个更快速的方法 在这里做一个切割点 按住快捷键C 这里再做一个切割点 然后选择这个部分 然后右击 选择这个report delete 这样就发现后面的片段 快速连接到了前面的片段里面 非常的方便 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 对整部影片进行一个粗简 删除掉不需要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broll 这里我准备一个broll 我可以选取其中的片段 我在这里移动这个时间轴 然后可以使用快捷键I 去创建一个路点 然后再移动这个时间轴 找到一个位置 再按住快捷键O 这里创建一个初点 然后这里也会有个选项 可以让你只使用它的视频 或者是只使用音频 比如说我选择只使用视频 我可以移动它 我可以对它进行条件 这可以选择scale 就可以调整大小 然后这否则选择式 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这个是左右的位置 这个是上下的位置 这可以对它进行旋转 这可以调整它的透明度 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选这张图 移动到这里 我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移动到我左上方 这样就加入一个图片 我们也可以加入文字 在这里选择new clip 这里选择test 这里创建了一个新的文字图层 我们可以在我们画面里面进行输入文字 这里我输入完文字后发现文字太小了 可以来到左上方选择test 这里就可以调整一下文字的属性 这里就可以让你改变文字的大小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文字的属性 然后可以转换成选择工具 把它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例如左下方 这样我就成功加入一个文字 或者说我们可以使用 Hitfilm里面它的文字模板 我可以来到library 然后选择这个template 这里会有免费的模板 或者是付费的模板 我可以选择看一下免费的模板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标题动画 选择这个add to media 然后再回到media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动画 然后把它拖入到简直区里面 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文字 然后在Ctrl面板里面对它进行条件 这里可以改变上面的标题 这里可以改变下面的标题 然后这里下可以做出一些颜色的条件 我也可以对它进行放大 并且移动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来播放看一下 待在简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存 可以点击这个file 选择safes 保存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选择这个safes保存 接下来我教大家如何调节影片的音量 在Hitfilm里面 你可以对单独的影片片段它的音量进行条件 例如说这个影片片段 我可以调整这个中间实现 我可以把它拉高 就是调高音量 也可以把它降低 就是调低音量 或者是说 你不想这么麻烦 你想对整个音轨的音量进行条件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Audio Mixer 之类我们选择 音轨1 Audio 1 这就可以调整整个音轨它的音量 我可以播放一下这个音轨 这个时候音轨的音量是刚刚好的 在黄色到橙色之间 如果调高这个标准 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到了橙色或是红色 这就说明这个音量非常高 之后我们可以加入音乐 在Library底下 有Music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选择免费的音乐 这里你可以选择播放 这里可以选下载 下载好之后 选这个Add to Media 再回到Media 这里就会有刚才下载好的音乐 把它拖入到简直区里面 我可以调整这个中线 调节它的音量大小 往上调就是调高 往下调就是调低 如果想进行这个音轨 你可以选择这个 进行模式 这里我可以选择 让我的音乐缓慢的进入 我可以在这里面创建一个点 按住键盘上面的 Kanman或者Kentrl 这就创建一个点 然后在这里面再创建一个点 按住Kanman或者Kentrl 然后把这个点往下移 这就代表我的音乐 一开始是这个音量 然后慢慢升高 升高到这个音量 我也可以让我的音乐缓慢的淡出 还是一样在这里面创建一个点 在这里再创建一个点 把它往下拉 这样就可以让我的音乐 从这个音量慢慢的淡出到这个音量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影片进行调色 我首先选择一个影片片段 然后选这个Effects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两个选项 Color Collection和Color Grading 这里我们选择Color Collection 这里会有非常多的效果 可以选择 例如说我们选择这个Color Temperature 就是调节色彩的色温 把它移动到我们的影片里面 在左上角就可以进行调节 这里会有不同的预设 你可以看一下哪个适合你 但你应该选择调整色温 越往右就越冷 越往左就越暖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Hue Saturation Linings 也就是色调、饱和度和亮度 这里我们就可以对每个选项进行调整 可以调整一下色调 也可以调整饱和度 也可以调整亮度 如果想去除掉这个效果 你可以选择右键 选择remove 就可以去除掉这个效果 像我们只是单独的对一个影片片段 调整了它的颜色 如果满意了这个颜色效果 我们可以运用到整部影片上面 我可以选择这个调整好的影片片段 这里选择Edit 选择Copy 然后选择所有你想要运用这个效果的影片片段 再选择Edit 选择这个Paste Attributes 这就会让你选择你想要复制的这些效果 我选择所有的这些效果都要复制 在这里选择Paste复制 然后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影片片段都会有这种色彩效果 在你剪下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导出了 这里为了避免导出一些不必要的影片片段 我们可以创建影片的录点还有出点 就是在最开头按住客人键i 然后影片的出点是这里 按住客人键o 然后选择这个Export 选择这个Add to Cute 选择第一个Into Area 这里就可以更改一下你导出的位置 这会显示导出影片套的时长 它的影片设计导出文件的名字 选择这个就可以开始导出了 一个非常中感的整体软体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大家可以通过下方评论区链接 去免费开始使用 我想影片里面加入一些 500权的高清的素材影片 去丰富你的影片 让你影片变得更好看 我推荐大家去看我这期影片 也会推荐给你一个非常不错的素材网站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个赞 为了解更多关于影片剪辑 YouTube的内容 欢迎点我频道 如果想要共同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能够找到很多 青霸熊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